都是鸡蛋 怎么颜色咋还不一样呢 我吓得红颗鸡蛋 可是最有营养的蛋了 哎呀 这是什么辙 你吓得什么蛋呢 白颗的 他们说白颗鸡蛋是最美营养的 一点都不高贵 红鸡生红蛋 白鸡生白蛋 这多正常 别跟我产生的营养高低 你又吓得什么蛋 过去 你这蛋更夸张了 打小就带点绿啊 想来 那可了不得 我是乌鸡 我的蛋就是这个颜色 没有文化真可怕 鸡蛋壳的颜色取决于咱们的基因 不同品种的鸡会分泌不同的色素 像我分泌的是胆绿素 生出来的蛋就是绿颗鸡蛋 像你分泌的是原普林 就会生出红颗鸡蛋 那它的蛋怎么没颜色呀 难道变异了 它的 不分泌色素 蛋就是白颗的 不同颜色的鸡蛋 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 我不管 它们都说红颗鸡蛋营养最高 蛋壳只是咱们的衣服 其实内部营养成分和含量 几乎没有差别 别再听它们胡说了 雪白的花瓣如梦如幻 心嫩的花蕊 熟眉可人 谁看了不夸我一句花中西施呢 住手 你在干什么 你这个莽夫 又到吃花的季节了 这糖梨花开得真好 用来凉拌真好 我可是花中翘楚 你竟敢这么对我 就你还花中翘楚呢 等会儿就让你变锅中俘虏 锅中烧水准备好 花儿下去洗个澡 焯水沥干照个盆 清水漂洗 味道好 可恶的采花贼 拉手最坏没天理 梨花妹妹 你就不要做无用的挣扎了 你这也是花尽其用 虽然花朵不再美 但是味道的美味 也是美呀 三月受放在枝头 今朝摧毁 温文 可悲 可叹 嗯 这凉拌糖梨花味道真妙啊 四十度高温 老天爷不加无德 大哥 我们不会晒成干事吧 哈哈哈哈 不会 这个省白天热 晚上就凉快了 大哥 你不是说晚上就凉快了吗 咋还是这么闷热呢 这是百年难遇的高温天际 咱也没高温补贴 忍忍吧 忍忍 我们苦味素可顶不住了 兄弟们 出来呀 你们要干什么 温度太高 你们内分泌已经失调了 我要让你们变苦 我不要变苦 大哥 这咋办啊 小事情 别担心 咱们黄瓜生长过程中 遇到持续三十度以上的高温 和十三度以下低温天气 或者夜间温度过高 昼夜温差小 苦味素就会增多的 我们兄弟帮你们变得更苦 你们就不用被两脚兽吃掉了 这不挺好的 看来持续高温 对咱们也有好处啊 哎呀 好苦啊 这黄瓜真娇气 热也不行 冷也不行 以后得棚内种植 好好控制温度才行 剩个B半 饿死了 幸好还有剩菜 隔夜菜不能吃啊 我吃几十年了 它不能吃啊 隔夜菜产生的亚硝酸盐 会跟人体内的暗类物质结合 产生亚硝暗 长期摄入 会增加致癌风险啊 啥癌 我看你想癌拳头 会有胃癌 试惯癌的风险啊 我都放冰箱保鲜着 干净的呢 隔夜菜容易受到外来细菌感染 放冰箱里 也会有耐冷细菌 吃了可能会细菌性食物中毒 之前新闻报道 有位母亲吃了隔夜菜 无致身亡啊 人家 够完没完 一共油不能吃 烧烤不能吃 隔夜菜也不能吃 不然还有啥意思啊 吃剩菜 最好不要超过八小时 宁剩荤菜不剩素菜 因为素菜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 加热时间要充足 这样才吃的健康啊 嘿 下次再说 先吃为妓 马上就是琵琶上市的时候了 赶紧来尝尝鲜 听听听 你就直接吃我 不剥皮啊 剥皮怪麻烦的 脸皮带着吃 省师省力 假的 你还不让吃啊 我的果皮和果壳里面 还有苦心人干 你吃下去之后 会在体面产生青青酸 这可是有毒物质 如果过量服用 会导致恶心 呕吐 呼吸系统麻痹 甚至心搏 骤停 我要你吃 你还敢吃不 啊 有毒啊 那我还是剥皮再吃吧 你这皮老结实了 咋这么难剥呢 你笨啊 给我们剥皮得上点技巧 懂不懂 看它的 勺子还能剥皮 你小看我们 只要用我们 在琵琶上刮一拳 给它来个真身死怕 就能让果肉和果皮分离 再硬的皮也能剥掉 舒服 真的一丝就下来了 这办法真好用 这下就能愉快地吃琵琶了 看来我已经食欲无多了 果然红颜多薄命 那个渣男 当初带我回家的时候 叫我小甜甜 说会照顾好我 现在 还 不提言吧 这花什么时候买的 我怎么不记得 不是因为你经常忘记 给我浇水 我才变成现在这样 既然如此 我正好把你拔掉 去买一束新鲜 你就乖乖地疼地方吧 不要啊 我觉得我还可以 抢救一下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能重新找好 好 那你说说有什么办法 孩子别怕 这事还得看俺 你 也就平时吃这味道还行 这事你能解决 可别看不起葱 我的用处多着呢 你按我说的做 保证能行 先把花取出来 把土尾的根剪掉 那些根系肯定活不成了 好 记得把花洗干净哦 拿去吧 要切碎用开水泡 不然就浪费了 妹子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得救了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哎呀 这糖心蛋煎得刚刚好 开吃 不能吃哦 这么好的蛋 为啥不能吃啊 因为我可能有沙门士君 吃了我 你可能会上吐下泻 叛徒 救你狗蜜 救你狗蜜 可恶 你到底从哪里来的 哼 我知道 有可能是母鸡妈妈 卵巢感染了沙门士君 生我时 我也被感染了 还有环境中 比如鸡屎里 也有它 鸡蛋碰到了鸡屎 嘿 大宝贝 真巧啊 哼 我们沙门士一族 生存能力就是强 早晚要成为世界一哥 向全世界输送我们沙门士君 蛋壳消杀不彻底 打鸡蛋的时候 就被感染了 行了行了 牛皮吹够了吗 我明明高温加热了 怎么还没把你杀死 杀死他们 要加热15分钟到30分钟 温度至少60度以上 所以把我完全做熟 是最保险的 你个四斤蛋 一天话怎么那么多 哼 你别想让我们鸡蛋背锅 哎呀 那我实在想吃糖心的 咋办啊 买那种无菌蛋行吗 行个锤子 那也是智商税 所谓的无菌蛋 不能做到完全无菌 还是煮熟吃最安全 大哥 咱把韭菜割了这么多 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你就不懂了 韭菜们还得谢咱呢 谢谢哦 有数了 那我就再狠点 我谢你吞车 老弟 你是不是傻 你这挨着地面割 把韭菜根都给断喽 下次咱吃啥 哎 明年这波韭菜再想长起来 难喽 你割韭菜还这么讲究呢 那我咋割才对啊 割韭菜要注意流茶高度 一般留三到四厘米 以后还能长 这种躺平的也不能放过 扶起来割掉 大哥 我咋觉得你在骂人呀 哎呦 韭菜都是有自己的信仰的 只要给它留点念想 它就会努力长起来的 啊 还疼啊 你干嘛 兄弟 韭菜刚割完 伤口还没愈合呢 不能马上浇水 啥 这也有讲究 当然了 要等它晾晒一下 割了人家 得给人家时间养养伤才对啊 养好了之后 咱再浇水施肥 让它慢慢吸收营养 咱下次才好再割 厉害啊大哥 这样割韭菜 根本吃不完 你们这拖拖资本家的嘴脸啊 九轩的命 好恐啊 别跑 今天我一只眼 一定要吃到你 喂 你个呆瓜 怎么不拦住它 这呢 这呢 没看到我 有吃的 那还追什么鱼啊 好东西要分享给兄弟嘛 分你一半 你竟然在吃素 你真是把咱们螃蟹家族的脸丢尽了 害得我丢了鱼 看我今天不教训你一顿 我退壳还没恢复过来 先吃点水澡果腹 没看到鱼 我也不是故意的 那正好 放走了我的食物 今天 你就当我的晚餐吧 闭嘴眼 你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本身同根生 像奸合太极啊 没听说过丛林法则吗 说手强识 今天我吃定你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采脱壳的蟹了 富含甲壳素 几丁巨糖 这可都是我的最爱 打补着呢 你跑不掉了 你们螃蟹也太狠了吧 连同类也吃啊 螃蟹的是少掺和 弱小者就该被吃 你个蛋 懂什么 在小小的果园里 修啊修啊修 你当时在滋伯路串呢 放开我兄弟 少来祸害我们 狗咬吕洞宾 不失好龙心 我这是在帮他修碎 修一修 到时候才能结出 更好看 更香甜的果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针什么针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他把你未来的 度量之财都摘掉了 你将来怎么结果啊 你信他 你不羞碎 脖子都长一块 到时候 要么被挤烂 要么都长不大 我这是帮你快刀斩乱麻 好人不骗好人哦 为了来年丰收 我试试 信龙哥 结朔果 你放心好了 你也来试试啊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疙瘩 你想都别想 看来你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啊 行 到时候别后悔 这年头 说真话都没人信啊 老哥 看来他没骗我们 修过碎的葡萄 果的真的更大 更香甜 我又不像 看到了 龙哥 下次给我也修一修吧 我许你 我认试 我认试 我认试